2023年的4月24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说完了武汉 720事件之后的武汉 我们再说说720 7月20号的一天下午 这个三景中的北京 7月20号下午三点 北京东郊机场西郊机场 分头起飞了几架专机 那就是总理的座机 还有两架1218 满载这8341部队 这御林军的官兵 从北京就起飞了 我说这个720事件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720事件很多朋友都挺喜欢 也很关心720事件 因为这是文化大命中 标志性的一大事件 那么至于720事件到底什么性质 是不是兵变 是不是叛乱 这中央早就有过结论 给否定 毛主席呢 也都点了头了 就是不能说是兵变 也不能说是叛乱 但是 一直到今天为止 720事件前前后后 和整个处置处置的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毛主席到了武汉之后 一直到这个周恩来 这第二次帅军 帅部队杀奔武汉 就整个这一个星期的前后 到现在为止 你官方证实也好 你包括当时 你包括陈在道 中汉王他们 后来写的这个回忆 为自己开脱洗白 包括很多这个事件的参与者 当时 回忆 分析 没有人坐实一个什么事 就720事件到底是不是 武汉 百万雄狮和武汉军区的 闹事 这么一件孤立的事 就是 720事件的发生 到底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行为 还是百万雄狮的这些群众 和武汉军区的军人们 有计划的联合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武汉军区的头头脑脑的 甚至包括陈在道 中汉华 尤其是陈在道 他到底对这个事件 参与与否 参与了的话 参与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现在全给摘干净了 还有 就这个事到底是不是武汉孤立的事 还是说 如这个720事件之后 在北京开了这个大会上 然后说 揪军的一小撮呀什么 就认定了 720事件 北京是有后台的 你720事件发生之后 后来北京不就上街了吗 游行了 就有红卫兵要造反派什么 直接就杀奔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石刹海 就杀奔了徐帅他们家了 就杀奔到了徐海东他们家了 因为这都陈在道的 以前的老领导 四方军说老领导 就一度都怀疑 陈在道 北京 是有联系的 武汉事件 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北京 还有黑手 那么后来呢 这都是推翻了 没有啊 徐帅 包括这个徐老虎 这人家都 清清静静养养病了 休息 跟陈在道 没什么联系 但是有件事 确实你解释不清楚 包括毛主席的行踪 毛主席去武汉 那都是 特级的机密了 毛主席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见过以后 从来难寻 从来都是 谁知道毛主席去哪了 只有总理 中办主任 和贴身的这些人 包括保卫 什么的 林彪啊 你像刘二奇没到之前 刘二奇 主持专业上工作 所以歌不这么唱了 北京赞歌了 火红的太阳 照耀在中南海上 这里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大家都以为毛主席天天在北京住 其实毛主席每年呢 都有一段时间 要离开北京 他总说在北京待久 我的脑子就空了 那么呢 很多时候 谁都不知道 包括中央一些领导都不知道 毛主席不在北京 包括七二零事件之后 北京开这个 这个大会 欢迎王立他们 中央代表他们的大会 什么的 那发新闻稿 说怎么发 那毛主席在上海呢 发现毛主席还说了 毛主席说 让杨成武和这个汪东兴 也参加大会 杨成武和汪东兴 都在上海陪主席 那怎么参加呀 这就是大家都 长期合作 装来 他们都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毛主席的话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在这个 新闻的发稿 新闻稿里头 写的中央领导 参加大会 中央领导同志里面 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 也参加了 也在领导人序列里面 有他们的名字就写 那么呢 上上下下 大家都知道 呦 那杨成武 代总长 那时候跟着毛主席 经常不理左右 在汪东兴 中官主任 那是毛主席 那最神别 李立毛主席最近的 他们都在北京 参加这个大会了 啊 毛主席在北京的 哈哈 对 等等 这个 你包括这个 毛主席 到武汉 几乎这个 就好像也就一天米后 就不该知道的人 几乎就都知道了 昨天我跟大家说 张根城 听着迷迷糊糊 听一身冷汗 你看 那包括 独立师下方的什么 政治部主任 包括科长们都知道 马尔西到武汉去游泳 你还有什么 你包括 周恩来带领 八三四一部队 杀奔武汉这件事 飞机 起飞 不一会儿 这武汉的这个 这个百万雄师 和参与闹事的这个 独立师 他们就知道消息了 知道说周恩来带 八三四一部队过来 武汉真知道了 哎你说这个东西 啊 你说七二零事件跟北京 一点点 没有 你解释不了这件事 一个戴维提 他写的一个东西 他也提了 他说周恩来和这个 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 刚从北京起飞 武汉的独立师 和这百万雄师就知道了 就知道这一绝密的情报 然后呢 他们就采取行动 派了大批一的人马 强行冲击 并且占领了周恩来 这个预定要降落的 这个武汉的空军的 这个王家敦机场 就都知道周恩来 在哪个机场降落 武汉好几个机场 昨天我们前天还提到 山坡机场 什么的 好几个机场 民用的军用的 所以这百万雄师 和这个独立师 竟然派了大批人马 抢占了王家敦机场 公开放出风 要在机场上跟周恩来辩论 扬言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 你说他们胆子多大 哎呀这个吓坏了就啊 这机场这空军的啊 这机场的这个场站的这些站长啊 什么领导啊 什么就就就就就紧张 赶紧 就就跟北京联系 北京就赶紧和天上的周恩来联系 就跟周恩来说 交代周恩来的机组 让他们改将山坡机场 山坡机场也是空军的 这是真实的 这是确实是有这个事 很少有写江陵事件的时候 披露 这个周恩来的行踪 被武汉这闹事 周恩来知道 然后要跟周恩来 要要拦截 围堵周恩来这件事 很少人提 但这个事后来谁证实了 周恩来随身的保健医生 张佐良 张佐良 张佐良证实了 因为张佐良也是把随身的保健医生 周恩来左手都跟着 张佐良证实了 确实有这个事 张佐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 回忆的书里 他写 他这么写 他说周恩来的坐机 在武汉王家敦低空盘旋时 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 红旗招战 此时 见机长就是张瑞爱 见到看见机长 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 然后飞机又扒高 朝另一方向飞去 大约十多分钟后 我们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 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 飞机着陆时 大约是下午近五点钟 打开舱门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然后呢 因为他们是东交西交机场 两个机场起飞的 这个 武汉飞的 他下了飞机以后 他发现运解放军这两架 一二十八 先到 然后说这个 这个 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都已经下了飞机了 一个个浑身全石透了 那你想 七月份武汉下午五点钟 浑身全石透了 脱身弹势 八三四一部队那还得了 说浑身衣服都石透了 但对列整齐 核枪实弹 站立着 做好了战斗准备 只要 指挥员一旦下达命令 下达战斗命令 这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 为了保卫毛主席 会不必枪林弹雨的向前冲 这是 张索良 张索良的这个 他的书里面就这么写了 这个 戴维迪他就发感慨 他说 他妈你说 在百万凶师的逼迫下 堂堂大国总理 周恩来 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 而被迫改换降落地 被迫改换机场 那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你就说别的不说 前二龄当天晚上这个事我们不说 就说周恩来这个事 还带着救驾的这个运林军 结果都不能在预定机场降落 被闹事给你占领了 你说这是什么性质 要不后来怎么 当时第一时间 你可 前二龄事件就定性为兵变 那你说这他妈不是兵变是什么呢 当然了 这个张作良书里太迷提 他也没说 这个事怎么定性 他怎么认 或者说他也没听总理 当时什么反应 过后什么事 对这个事情怎么定性 也没说 而 这个张作良 不知道的是 不光他不知道 所有人都不知道 除了总理之外 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他这个飞机原定 要驾在王家敦机场 没这样改将山坡 而就在离王家敦机场 不远的地方 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条铁路支线 而那个铁路支线 就在百味修士和独立师的人 占领了王英文机场 准备拦截招来的时候 那个支线上就停着 毛主席的专列 而那个时候 那个专链里面 就坐着毛主席 毛主席从东湖撤出来 就撤到了 王家敦机场附近 专线上停靠的 他的专链上去了 那么 这个张佐良说 说周恩来下飞机后 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 处理紧急事务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全体人员再次登机 又返回了 王家敦机场 就在这个机场 下个 呃 呆了 一段时间 装来处理了一些事之后 估计 跟武汉协调 跟辞在道他们协调啊什么的 起了作用了 就是占领 王英敦机场的 这个百味修士和独立师 这些人 都散去了 都散去了 然后呢 周恩来 才让飞机又起飞 又 飞回到了 王家敦机场 而这一点呢 这个张良 张佐良 书中他也没提 也没交代 或者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王家敦机场 百人凶事那些人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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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撤 如何撤 他也没交代 所以呢 这不就 从三部机场 折回王家敦机场 到了王家敦机场 下了飞机之后 你想 那周恩来 心机如焚 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是知道 他是随时和北京 随时和杨成武 王同卿他们保持联系的 事实上 他为什么建 王家敦机场 一开始 就是因为 他知道毛主席 就在那个 铁路支线上 那个专列上 他是急着 建毛主席 经过了这个 720事件 这毛主席 到底怎么样了 那他妈你想 总理那时候 那得急成什么样 但是你看 恰恰就是 心机火了 然后 恰恰就没让他在这儿 折腾到一番之后 又从三部机场回来 所以 飞机一降落 这周恩来 立刻就赶到了 这个铁路支线上 就上了专列 就去 看毛主席去 说两个人一见面 百感交集 说毛主席和 专来两个人 极其罕见 两个人说 两个人紧紧的 拥抱在一起 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在周恩来这儿 我觉得 不稀奇 因为周恩来 外交家 什么的 周恩来这个举动 不突然 给我那感觉 毛主席 毛主席 从来都是 党内就是同事 私交 以私交论 这个同事 以同事论 私交论情的 这个私交可以的 论感情 你这个公事 是不是 跟同事 毛主席很少 一辈子很少 跟自己的同事 直白的表达感情 老大的时候 当老大就应该这样 事实上 当老大就应该是这样 你作为 老大 你作为一个仲裁者 但是 说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毛主席一生中都 极其罕见的 极其破例的一次 他跟周恩来两个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然了 可以肯定 一定是周恩来 见到毛主席了 扑上去了 抱住了毛主席 你看周恩来 来了 毛主席这心也彻底就放弃了 也就接受了 恩来的拥抱 然后呢 自己也拍到他几下 但这就是 这真是极其罕见 身边也没有摄影师 杜秋贤那时候还没给他们拍照呢 这个什么猴不弯 什么这些人也没跟着 这个要是当时要是拍下来 那太经典了 简直 建国以后 建国前也好 建国后也罢 反正就是这大半生的合作中 毛主席跟周恩来 表达感情 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 有什么 周恩来和贺龙 中共代表团 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那是多少年 不是 不是 世界共产党大会吧 就是这个宴会上 苏联官方部长 这个跟贺龙不挑衅吗 说我们 六五年 说我 我们那个六四年 年底 说我们把贺赛夫搞下 他影响我们之间交往 我们现在把贺赛夫搞下去了 你们把毛泽东搞 毛泽东也搞下去 咱们就能正常交往 这贺龙不就当场就告诉周恩来 周恩来当场就抗议了 最后愤然就回国了 终止了访问 所以那是非常提气的一次 那是周恩来在国际重大 国际事务交往中 最当机立断的一次 最坚决的一次 而那个时候正是配合着 这个九平中苏十年论战 周恩来那个决定 真是大涨了他妈的中国人的志气 所以毛主席非常高兴 说总理这次这个事做的 真是不如神 于是毛主席是 真是破了力了 毛主席亲自到机场去接周恩来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家家户户 好像都挂了那本照片 毛流猪猪四个人 在飞机前面 悬起前面合影 周恩来手里捧着花 那是毛主席 唯一的一次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 那是毛主席 这很动情的一次 那表达了并且 但那次也没有拥抱我 是不是啊 也没有仅仅拥抱我 你这还说 这个戴维提还说 仅仅拥抱在一起 这历史镜头 罕见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没留下影像 这什么 史学界的遗憾 分享到这儿 明天我继续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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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